这一篇段落作文 要帮同学介绍的就是户外教学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这两张图片 这小朋友一起到外面去游玩 顺便学习一下 动物啦昆虫啦等等 甚至呢 还可以到农田里面去挖地瓜 你看这两张图片就非常可爱 好我们来看一看户外教学 这个同学写的作文内容大纲 他的安排是先讲一个大方向 最后呢 中间发展句就是户外教学有一些优点 最后结论 那这些优点是值得去推广的 这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结构安排 我们看一下内容吧 主题句 他先讲出用一个转折语词 when it comes to 这个讲了很多了 谈到谈起什么 好要注意的就是这个to是介绍词 后面要加名词 feel teaching feel就田地 那么像我们的农田啊 什么田都是用feel的 most students expect the coming of it 大部分的学生 大部分的学生 espect是期待 the coming of it 都期待 这个feel teaching 户外教学的来临 这个it就代替feel teaching 好这个动词蛮不错的 espect是期待 但是有两个还是要特别容易混淆的 那个叫respect 这个respect是什么 这是尊重 我们要尊重人 we should respect the people 好这个就是尊重 第二个是inspect inspect是什么 检查检验 查核 那叫inspect 这个是单字 老师做一个简短的补充 发展剧开始了 那么因为很多人期待 学生都期待他来临 为什么 那因为他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发展剧 第一句 他有许多好处 他就代替了feel的teaching 好我们现在把 第一题的翻译写在这边 说it has some 好处当然有一些写法 比较简单的就是用marits 要不然就用good points 好的点 一般同学都用advantage it has some advantages 好吧 这是前面的这个句子 那优点之一 这个好处就是优点 所以后面要接的就是 其中这些优点之一 这个就要小心了 大部分同学都会写到说 one of them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不通了 为什么 你这个优点 这是一个句子 那后面一个句子 可是发现没有连接词 所以你这个down就不行了 这个down并不是连接词 我们要找一个能够连接两个句子 又能够代替前面这些名词的 这个就叫关系代名词 关系前后两句内容上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代名词就是代替前面的名词 那有这样特性的就叫关系代名词 那英文要用什么东西 这是代替事情 所以我们要用one of which 也是不能用letter啊 注意 一般来讲 我们接系词off 后面呢 我们不会接letter 都是接which 所以一定是one of which 其中一个就是什么 他有助于学生充实 他可以帮助学生 is后面连接词可以省略了 is let 你看这个句子就一直接 一直接要记住连接词 好 it can help students 他可以帮助学生 扩充 充实他们的知识 那么扩充 英文就是用in reach help 这个语法观念 help后面可以加圆 圆形动词 所以这是ok的 帮助学生们充实他们的知识knowledge l d g e knowledge通常都是单数 所以我们就不加s 好 什么知识 后面再补上一个片语 在许多方面 英文是用in meaning aspects ok 句子就到这边 您看看aspect是指什么方面 aspect方面 respect是尊敬 inspect是检查 那么 espect是什么 期待 这几个单字要特别留意 好继续 我们 我们第一个部分 在延伸 扩充出去 再补充一句 also also就是同样的 可以换成什么 besize 此外的意思 好 这换成besize 也可以换成moreover 这些都是可以代替的 同样的 或者是besize moreover students can acquire 学生可以得到 获得的knowledge 这些知识 什么知识 所以英文的写作 常常是把名词先写出来 写完之后需要补充内容 就在后面来补充 添加片语 或者是添加纸句 他们的模式 跟中文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添加进去的 行动词纸句 也就是关系纸句 修饰前面的knowledge 那这个知识是 they cannot get from testbook 他们无法从教科书 testbook是教科书 他们无法从教科书 得到的那些知识 我们在feel teaching 在户外教学里面 就可以学到 那这个letter是可以省略的 那么为什么可以省略 是因为 这边是主词 好 这边是动词 后面有了主词 有了动词 那这个letter就当受词了 当受词的letter 是可以省略掉的 但是当主词的letter 却不能省略 这个要特别留意 好了 我们就第一部分 暂时先讲到这个地方 podr词